第三屆島嶼音樂祭 將於6月10號開始 展開1.10天的參訪文化交流活動 來自日本沖繩 以及花動的音樂人 將通過音樂 展現在地族群的音樂文化之外 也會安排部落參訪行程 其實我們台灣跟沖繩 有同樣的背景 我們同樣都受中國 日本跟美國的影響很大 雖然這個音樂節 叫以音樂做切入 其實我們做的是文化跟生活的交流 入圍今年金曲獎 最佳原住民歌手的巴賴 也將會用音樂 表達對台灣族文化的想法與期待 那我是希望這次的交流裡面 可以有這樣子去互相一直去聊天 然後好好去聊 而且彼此文化的過程之後 也可以用對方的角度去反思到 自己的文化的問題點在哪裡 同樣被外來族群殖民 導致在地族群文化的流失 兩國三地的音樂人希望能透過這次的活動 共同找回音樂 語言 以及傳統文化的清水之外 也會到花蓮文創產業園區 以及鐵花村舉辦演唱會 記者本來跟台東市財貿易報導 與國三地的南地族 字幕称言 從島廬山雲 然後也有一個披露 中國三地族